Hello, 歡迎大家又來到鬆仔鬆太戀咖啡 原來昨天那場球 Harrie Kane射法國龍門 龍門不是很厲害嗎? 對,Loris 我今天才發現原來他們兩個人都是同一隊球 都是熱刺的 所以我覺得昨天第二球球是否不應該被他射呢? 因為壓力大之餘 其實龍門是可以捉到路的 不過anyway, 那球球都篩了上天花板 對, 他沒有救到的 可能是因為他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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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路捉得很厲害 我知道你知道, 我知道你可以捉到那個路 所以他的壓力就更加大了 壓力大一定有的 尤其是那球那麼critical的話 可能再加上所有外來因素 令到他更加… 那他是控制able的, 應該找他第二次 是啊, 那接著呢 我們又說這件事 因為呢 今早松媽跟我說 欸? 昨天射十二馬那個… 那個是什麼? 隊長嗎? 他不是… 我問, 蛤? 是呀? 拿行李還站在我旁邊? 我問, 不是吧? 媽媽, 你是不是搞錯? 沒有, 沒有搞錯 胡蘇老媽 很多粉絲的嘛 很多人走過去拍照 很多人走過去的 那接著我翻查記錄 我真的不能夠相信 他還說是鐵熱刺的嘛 他又說, 你又知道他鐵熱刺? 那我找到原來2017年熱刺呢 五月份呢 去過香港呢 就做這個訪問 那些客席表演賽那類型的東西 那那個月份 和那個花的時間 和我媽媽的描述是完全隱合的 嘩, 我不能夠… 我簡直不能夠相信 松媽原來是試過站在 Harry Kane旁邊拿行李 還說他很好禮貌 對, 然後他大讚Harry Kane 他說他那個人很nice 來者不拒 他說其他的球員 都沒有他那麼友善的 不過呢 就只是他最主要呢 是給別人走過去 和他拍照 香港那些認識他的球迷 或者總之認識他的人 都走過去和他合照 他說他是來者不拒的 而且都非常之好態度 還有呢 沒有任何架子 就是一個普通人 就敢在旁邊自己 拿回自己的行李 完全沒有擺大牌那些 那17年他可能沒有現在那麼紅 都已經紅了 都OK紅了 畢竟是前鋒 所以, 對 原來松媽是見過英格蘭隊隊長 小弟啊 你最近有沒有看松仔的樣子 蛤? 你說過肥仔? 是啊 他經常說肥 但就經常叫他吃東西 老實說 他真的很肥啊 蛤? 老實說 老實是誰? 是啊 老實不是人 難道是神? 神鬼神馬嗎? 我說松仔啊 誰在說我? 被他發現了 沒有, 我說你英俊啊 不是啊 你明明是剛才說他肥的 誰說我肥 啊 走鬼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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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第一宗新聞呢 要跟大家說 就是今天幾間報紙都頭條 就是呢 因為呢 我們現在很冷的嘛 天氣 今天又是負四度的Fan 冰櫃 是啊 我走出去 一打開窗 看到外面 是整個地址白了 所有車都白了 連個天都是白的 就是灰蒙蒙 就是好像 我不知道怎樣形容 就是好像打開了個冰格 那樣的樣子 是你完全沒有任何衝動走出門口 所以我和松太呢 基本上我們一家六口 今天呢 是沒有離開過家屋的 是完全沒有出去 今天真的搞不定 我寧願留在家裡太冷了 現在好像沒有光過 簡直沒有啦 根本沒有光過 三點多就黑了 昨天呢 就已經有報道說 有些奇景出現了 譬如在一些海邊呢 有一些結了蒸的一些 即是一些海冰 叫做海冰 我給大家看一下 是這樣的 噢 沖了上岸 沖了上岸 就好像鹽那樣的物體 一條條 一條條結了的海冰 這個我都沒見過 如果大家不如住在沿海附近 你可能 即是你不介意冷 不要走出去了 你不介意冷的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今天呢 有一宗很嚴重的意外發生了 那香港人呢 未必有這個經驗 所以 而且英國人都未必有經驗 所以就中了招了 就是話說呢 在Birmingham呢 就是一個湖景 就是平時有很多鴨仔那些 平時有很多app那些 那今天結了冰 那有幾個傻仔呢 就覺得呢 他是可以踩上去 迪士尼流冰 是的 他覺得他那裡 是跟太古城的流冰場一樣的 你用角德來形容 跟著他們踩上去 沒多久就跌了到水裡了 哇你想想 零度的冰水 不像零度 應該 水零度就結冰了 我明白 那是零度的 最多都是零度的 應該 應該是理論上 即是他就變了阿Jack了 即是要找一塊木板 搞不定了 現在幾個人呢 都critical condition 即是救回上來 就說 幸好你不是在paramedic罷工那天 要不然救不到你 又會這麼快有人救到的 那我相信有朋友的 那些朋友 打狗狗狗報警那些的 那香港來的朋友要小心 尤其是看著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真的不認識的 那看到湖面結冰 以為能走出去 那就真是麻煩了 我也是的 遲過兩天 腐濕度更麻煩 腐濕度的話 可能真是硬果龍 那你走上去 你真是不知道 你待會掉下去 掉下去 你看戲也見過 那些人 衝不出來 衝不出來 飄到那個冰底那裏 又撞不出來看 哇你想想多恐怖的情境 但是你在香港是沒有可能發生這件事的 就是 完全氣候是不允許的 但是 你來到小朋友來到英國 哇 真的都是冰很興奮 我記得我小時候 也有試過的 你試過掉下去嗎 我當然不會去 但是新聞有報道 那些人真的走出去河那裏 踩好像流光 但是沒事的 沒事的 那年沒事 即是那年夠硬 可能是 因為香港是很特別的 我們一見到結商 什麼大霧山結商 會有一班農友走去拍的 就是很大件事 是嗎 即是你現在來到英國 你就明白 是嗎 你就明白我們是什麼心情 看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哦是嗎 大霧山結商 哇白色 哇 哇 好厲害哦 即是我們就是這樣 你現在都感覺到 大家都知道 你看著外面的商 你只有無奈和無奈 好了 接下來要更新一下 Strap A方面的疫情 那今天就已經有新聞講 有第16個小朋友 就是因為Strap A而是身亡的 那另外呢 也都出現了第一個小 中學生 初中生 那就是在Hove 應該是Brighton & Hove 那邊 即是南部Brighton附近 那邊呢 就有一間中學的初中生 就因為Strap A而死了 那導致到呢 有很大量的家長呢 就開始有一個panic 嗯 那就上網呢 原來是有test kit買的 是嗎 我今天不看新聞 我都不知道 原來Strap A是有test kit買的 那但是NHS是沒有issue過這些 strap A test kit的 因為NHS說呢 它這些test kit的準確度呢 是不明的 即是它沒有說是很高還是很低 但是它是不能夠去準確 那個預測究竟是 就算你上面寫positive也好 negative也好 究竟是 是不是代表一個準確的答案 即它沒有data 它沒有data去支援這件事 所以NHS是沒有賣的 但是呢 pharmacy呢 其實是有這個strap A的test kit買 原價是7磅半 那現在已經被人在ebay 7磅半是一個test 一個啊 一個test 也挺貴的 現在已經被人在ebay炒到過100磅以上了 那ebay呢 是會block這些東西的 我告訴你 即是我覺得是極度無良的 炒這些 炒口罩都算了 炒test kit這些真的很離譜 是的 即是口罩 口罩其實都不行了 那時候都block的 那現在那些strap A的test kit 很快在ebay應該會禁手 但是你禁不禁都沒有什麼關係的了 因為現在全英國 所有available的test kit 全部沒有貨 我連有我都不知道 是啊 你現在上 本身Armazon都可以賣的 但是你上任何medical supplier 任何網上的pharmacy 你基本上都找不到的了 已經是被人掃清光了 是不是都是了喉嚨那些東西呢 我想都是了喉嚨的 都是有支棉花棒 然後滴了藥水 大家都很熟悉的 滴滴滴滴 我心想不是吧 剛剛才covid test完 其實是不是都是covid test 可能你是打算驗test strap A 怎知道是covid 怎知道驗到是covid 2 in 1 或者可能是covid加strap A 一起奶 你怎知道 這個世界很難說 但是現在 雖然仍然都是比較 rare 就是那個症狀呢 不是說那麽普遍 還有呢 也都不是個個中招 個個都會那麽嚴重 嗯 但是因為已經死了16個了 那就開始有些不安 和恐慌 對啦 NHS呢 也都說呢 政府呢 在這一方面呢 那些醫生 NHS的GP 說 醫生對於 就是NHS沒有去宣傳 大家去認識這個病 嗯 就是怎樣去sport那個問題呢 其實大家都不是太過清楚了解 是 怎樣為之是strawberry tongue呢 怎樣為之是scarlet fever呢 喂 它發展到什麽程度 我們就需要進去醫院呢 那我 據我所知呢 方家好像有一些 移民了去英國的一些YouTuber呢 是專門醫生來的 那好像是有詳盡去解釋過這些事的 那我不是這些專業啦 那我都建議呢 你們可能去看一下他們 講解關於這個病 那可能他會有一些 比較專業一些 和有用一些的提示呢 給大家呢 去monitor著你自己的小朋友 會不會有這些問題 因為他這個病呢 主要是經這個飛沫 和接觸傳染的 是 那譬如如果有COVID就離譜一點嘛 COVID是你說是那些 那些空氣流通 空氣流通 飄了旁邊的屋子都會中招 他就沒有那麽厲害的 但是你小朋友小學生 你發學有什麽可能不接觸的 那些口水 個個都是口水佬來的啦 口末橫飛的啦 口水鼻涕 口水鼻涕一段 因為現在還要冬天 那所以是很難避免的 除非你不可以發學的 那但是是否因為這樣就不發學呢 喂 大佬我們已經COVID過了 又不發學 搞不定的 其實還有幾天而已 再不發學的話 不是他們病 是我們病的 是不是 那醫生就說 如果你有什麽問題 你就帶他去醫院那裏看醫生 那麽 那麽問題就來了 又罷工了 12月就大家都要躺平的模式 你去醫院未必去到 那麽其實呢 有很多walk-in center 那麽就 現在這段時間都還開的 那麽你如果去不了急症室的話 亦都預約不到GP 其實你可以試一下去walk-in 我上次耳朵發炎 我就是去了walk-in的 他未必是給醫生你看 他給護士你看 通常看了護士師 不是他分兩次的 他分留護士 就分留你去決定你需要不需要見醫生 如果是護士解決到的 他第二次見的都是護士 就是另外一個護士 看看誰有空 總之都是護士 我上次就是護士 我上次都是護士去搞定的 那麽現在呢 還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抗生素的問題 抗生素呢 是不足夠去派發 那麽有研究過 是派給那些學校 那麽但是呢 現在暫時 現在暫時是只是 爆發過的學校呢 才會得到這個特別的安排 未爆發過的學校呢 就暫時沒有了 所有家長呢 都應該要留意了 如果你學校 有信寄出來 你們那裏有這些 Strap A 的 Case 那麽你就要特別去留意著 究竟你應該怎麽樣做了 是不是繼續花學呢 會不會是你同 Class 的呢 需不需要避免呢 那樣東西 那麽大家因個別情況而決定 那麽現在呢 那個罷工的情況呢 亦都是令人很憂慮 因為如果 我們真的有這些問題 或者緊急的醫療的事故 要在他罷工的時間出現的話 那麽究竟去不去到醫院呢 那麽未必 未必得的 真的未必得的 那麽建議大家看定附近 會不會有一些 private 的 GP 可以看 一些私家的護士 私家的醫院 私家的診所 那麽通常那個 那個保險公司 叫什麽名字呢 Bupa 是的 Bupa 呢 就會有一些私家診所呢 是在大醫院的附近啊 又或者是你那些 躺仔旁邊 都會有這些類型的診所的 那麽當然要付錢啦 那麽但是好過沒有嘛 那麽 即是如果你緊急上來 你又需要有 有一個專業的醫療的照顧的話呢 那麽你可能要看定 你附近有沒有這些私家的醫生 可以去看了 那麽今天呢 那麽有一單新聞呢 就是呢 其實呢 那些護士呢 今天是offer 政府 嗯 就說 我們可以呢 延遲那個罷工 延遲 是的 但是呢 那個條件呢 就是你要回來談判出來 跟我們談那個offer 嗯 那政府呢 那個 Military Secretary 是不是 Secretary of the 我忘了叫誰了 總之是政府啦 那麽他就 respond to 這個offer 他就說 我們 不會回來談判卓主 是 即是他拒絕回應 就是要strike這樣 那他又沒有說 總之他就不回應 是 他不回應呢 的原因是呢 因為呢 他向媒體透露過呢 現在NHS要求呢 是普遍加薪19.5% 差不多BAT了 大佬 就是20% 兩成 兩成人工 那這兩成人工呢 總共會多多少錢呢 多少 是10個Billion pound 那大家如果有follow我們的節目呢 你都知道我們剛剛才籌其籌了 個黑洞 50-60個Billion 他還想多加10個下去 是啊 他還想在黑洞上面加多10個下去 那老實說 是有少少獅子開大口的 是 他們的確很辛苦 是 他們的確很慘 現在很多可能需要有救濟 一些援助 去食物銀行 都聽過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說一下去到19% 那全英國的人 符不符合得到呢 還有你加這麼多 其餘 其餘工營機構 都要加的了 你那些Border Force 其他Civil Servant FIRE Brigade 警察 全部後面就是 NHS都10個Billion 加上警察可能20個Billion 報道就是說 是一個好消息來的 我當是一個好消息 真的嗎 是的 就是我們的Inflation 就是11.1% 是10月份的紀錄 現在說這個應該就是我們最高的Inflation 現在開始已經有跡象顯示 11月份已經有數 難怪你說你算是一個好消息 應該 嘩 是不能夠說太盡的 因為一天那邊還沒打完仗 一天都沒有人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雖然那邊就好像已經差不多要完了 那已經想定 想定逃生路線的了 聽著先 發起人已經想定走路 那我不知道 這些也不是我專業的事情 但等他報道有什麼最新的發展 現在問題是 已經有研究數據顯示 11月份 開始的物價指數是有所回落 就是那個production cost 是開始降低 嗯 然後呢 也都看到的跡象 下年我們會跌下去一個 比較合理一點的水平 就是不是正常 OK 跟正常就有很大距離 那現在forecast的scenario是怎樣呢 下年呢 我們會由11.1% 是會逐步回落到大概6.2% 單位數字好 是的 單位數很開心 哇 6點幾我不是眼花 你知不知道我真的擦了眼兩次 再看多兩次 我確定他真的在說單位數字 我才這樣告訴你 那再下來那一年呢 24年呢 就會去到4.8% 是的 然後去到25年左右呢 我們就應該 應該可以回落到回到2點幾 就是一個正常的水平 這個呢 大家聽過回落呢 好像心裏面和減價是有所勾結 其實是沒有的 我跟你說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通脹率 通脹率就一定是加的 即是加少一點的意思 是的 所以呢 我們的食物啊 我們的物價 是會越來越貴的 是不會越來越便宜的 但問題是 它貴的速度呢 是會減慢 嗯 那我覺得政府呢 我看完這兩單新聞 雖然沒有任何人說他們有關係 嗯 但是你看完之後呢 你會聯想到一個情況 就是呢 會不會現任政府呢 是想著拖過了聖誕先 是 因為聖誕現在 我們還是在受到10月那時候那個 Inflation 食物價格去到14點幾% 你知道12月的食物那個價格 那個food price 是未公佈的 那個inflation 是 因為呢他們說他們好像上一次做的時候 有一點點資料上面的問題 嗯 那就是說呢 可能未必真的是14點幾%的 是 即是它現在要糾正回那個問題呢 才可以 本來是12月14號出的 但現在不出著 嗯 要等搞定了之後 才可能要到下個月1月14號才會再出 就先放完價錢 是的 現在你有個感覺呢 是呢 整個政府呢 都是處於一個躺平狀態 Christmas mode 閉上眼 什麼都不理 過了12月再說 我簡直 你感覺到的 所有事情都是這樣的 是的 那你想想想 你一次過12月罷了工 沒有聲氣的話 你一月再 組織一個全民大罷工 那個能力是低了很多的了 是的 那個能量 是的 你都沒有這樣的能耐 喂 大家都要吃飯 是的 過月的聖誕用了錢 大公沒有錢的 是的 大佬 你說你有錢的話 如果有錢的話就天天罷吧 霸到下年了 但是問題是他們都要吃飯的 那你不出糧 你不交租 那你會有債主追上門 那就搞不定 你過了12月之後 再組織的機會呢 就難很多 那個momentum 是不是小了 那政府呢 可能就看準這一點 然後等下年1月2月 公佈新的inflation數據 他拿著一個 回落了的inflation 喂 是不是很傾很多呢 就是現在告訴你 現在我計算過數了 現在不是不加給你 現在不是不跟你談判 不過19點幾個percent 不實際的 為什麼不實際呢 因為我們很厲害 inflation那段時間 已經過去了 那就是說 談判的時候 已經完了 未來今年的數字是6點幾 6點幾個percent 那就合理了 我就加6點幾個percent給你 是 很大機會呢 我覺得呢 就是靠聯想 Logically Logically 我覺得他是這樣行的 就駁他 是啊 好啊 要不就糾零拿不到 要不就6點幾 要不就說到inflation 他就打開人包 我沒錢的 你看到啦 沒有錢的 我再加 我再加給你 加到19點幾個percent 那你就人人排隊 來問我拿 我就算吐到給你也好 那你就只是全民的inflation 再推高 那再推高 我吐不到給你了 沒有了 下次大家完 所以他可能是拿著這件事 就可以拿去跟他們說 其實是殺賴 是殺賴 不是 我覺得他是一定要加的 他怎樣都要加 大哥現在 今年 現在這個月份 一月頭 已經凍到這樣 凍到冰箱 不可以不開central meeting 我們家裡本身的客廳 是開兩個小時 已經可以暖差不多八至十個小時 這兩天不行 這兩天 松媽說他早上八點開 開到下午兩點 都仍然是處於剛剛好的溫度 一關了之後 過多兩三個小時 他又再動過了 那所以你可想而知 外面那些寒氣 是多麼厲害 你的力量是多麼大 那你現在 你不給他 你不加給他 他沒有錢交電費 那他是一個惡性循環 那他遲早他就要睡街了 那所以 你一定要想方法 是去加人工給他 但是我覺得 他的那個談判策略呢 就應該是循這個方向 現在是最make sense的 這樣的話呢 他亦都可以掩住他們把口之餘 他亦都不用銀河包掩得那麼厲害 但是呢 這個就很depend on 那邊那個帳 會不會有任何的升級了 就是如果那個能源價格 可以維持到一個合理的水平 我們可以慢慢 下年真的去到個位數字 6點幾個percent 那他這個如意算盤 才會打得響 不過這樣呢 現在因為我們還是十幾個percent 那其實呢 而現時為止呢 12月這個期間呢 就沒有什麼改變的 那要開心點 等明年 現在呢 都不是任何可以 慶祝的時間 除了Christmas 要慶祝的時間 那Christmas呢 你吃東西呢 我們有火雞呢 現在就說缺貨了 雞都缺貨了 你訂了了吧 我訂了 我怕沒有 那雞蛋就說沒有 那最新呢 還有兩樣東西 都可能說沒有 就是這個番茄 還有這個青瓜 是啊 因為說呢 英國農夫呢 買這個肥料 還有他們耕種的器材啊 燃油啊 那個價格 非常之高 是 而且他們的收盛 也都不是特別好 那所以呢 他們呢 就很難維持下去 那這個 本地種的那些 番茄和那些青瓜呢 就有機會缺貨 那接下來 中12月尾呢 可能呢 超級市場的貨價呢 你有機會是見不到這兩樣產品 Oh no 就是那些菜類 譬如 這兩樣我都種過 我想薯仔應該OK的 暫時沒有人說薯仔 因為薯仔在英國 如果都沒有的話呢 那就真的麻煩了 但是英國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種薯仔是最厲害的 薯仔真的很容易種的 很適合這個天氣的 是啊 濕濕粒粒的 濕濕粒粒就是那些薯仔最喜歡的 那所以呢 現在 大家呢 可能買菜的時候呢 你那個 菜方面的選擇呢 就可能會少了的 那另外呢 還有一些坊間的民調機構呢 調查發現 原來呢 你去Sainsbury 又或者去那些大型的超級市場呢 譬如Tesco那些 突然想不到 突然想不到 要太多間了 Morrison呢 Morrison呢 不 Tesco和Sainsbury主要是 他們呢 很多時候有些local shop的 譬如Tesco那些local Sainsbury local 就是好像7-11那樣的 類型的 它是小間一點的 但是在市中心區一點的 方便一點你買東西 譬如很多時候 我們去看樓盤 這樣 你看到這裡附近 都有一間Sainsbury local 你不會餓得死的 你有些什麼小的東西 你走過去就買到的了 這樣 但是你一發現呢 原來這些這樣的小間的 裡面平均買東西吃的物價呢 是貴過大間的10% 一向都是貴的 貴10% 是啊 那現在呢 就有傳說需要監管一下 因為呢 你不能夠那個price difference 那麼大 因為那些人買不起 給你錢 那你又要特意開車去那些 大的地方 那又要燃料費的嘛 你還要時間的嘛 那所以呢 現在有講 有些民調機構呢 就是發起一些運動 就要求他們那些price 是跟一些大那些 即是跟他們Sainsbury本身 或者是Tesco Extra本身 那個物價 是要看齊 看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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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難啊 所以如果大家要買東西的話 尤其是你做大的購物的話 其實就是盡量可以避免這些 Sainsbury local 或者Tesco Express Metro Metro 這些那些 其實為什麼它要改這麼多名字呢 很會衰的 比如Tesco這樣 因為它去到某一個size 是 它就 星期六日 它有個時間限制的嘛 即是星期日 三千呎以下 是的 三千呎以下呢 它就可以是 營業時間 可以長一點 是的 可以長一點的 要不然呢 就四點鐘要關門 那樣的嘛 那所以呢 所以他們呢 就特意是要用另外一個名字 用多幾個名字 用多幾個名字 開一些小的 然後呢 就可以用營業長一點的 還有它計算那條數又不同的 一定的 就是它的Metro Express 那個公司 它裡面的營運成本 資金 profit 和它大那間 又分開 拆帳 那它就 交少些稅啊 又可以賺多些錢 那樣 所以呢 為什麼會 Tesco 還要分這麼多不同款呢 其實 背後 背後 全部都是在玩財技的 但是 如果大家 能夠避免 在這些地方 進行一些大型的購物 你買少少東西都ok的 但是大購物就真的不好 是啊 你買一兩隻番茄 一兩隻薯仔 買沙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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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ok的 但如果你說你買得多的話 你去這些地方的那些 就真的很不划了 另外呢 就很多人呢 都會PM 和留言 問我 喂 嬸仔嬸太 你們經常說聖誕 送禮物給老師啊 鄰居啊 喂 那究竟你們送禮物 那個format 是怎樣的啊 要送哪些牌子的食物啊 朱古力啊 要送多少錢的東西啊 那樣 很多這類問題 要不要包啊 你們怎樣給它們啊 那我們呢 今天呢 就有一個環節 解釋這件事 給大家聽的 首先 我今天拍了一張照 就是 嬸太 是 很厲害的 你看到嗎 整堆 超級多 然後 然後 這一堆 全部都是送給老師的 我們呢 也拿了 三份 現場那裏 拆解給大家看的 嬸太 你介紹一下你的禮物呢 這些袋子 我在IKEA買的 IKEA買的 要拍給大家看 IKEA買的袋 多少錢啊 好像2磅 2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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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因為每個袋 差不多 所以我把他們的聖誕卡 貼在裡面 看到嗎 看到嗎 聖誕卡在這裡 方便我拿出來 然後呢 就是 這個送給老師的 對 這個是Costco的 Costco 那次買 多少錢啊 6磅 6磅 其實送給老師 就介乎於 5至10磅左右 那你為什麼要用這麼多老師的嗎 因為有Teaching Assistant 又有教琴 又有 那些 club 然後 這一份 這是什麼呢 這份 12天的 這個是哪裏買的 這個 TK Max 都是6磅 都是6磅 嘩 宋太理好有心思 你個個不同款 是啊 免得一樣的老師會看到的 他們個個會看對方有什麼禮物 真的嗎 是啊 改回啦 還會參考一下 是啊 那你送了一樣的 我覺得 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洗澡的Buff Buff 好像朱古力 都是6磅 都是6磅 就是 如果你負擔得起的話 你又有心送的話 就大概是這個價錢 我覺得今年TK Max的聖誕禮物幾好 我覺得這個看上去不像6磅99 是啊 你幾份禮物看上去都過得過10磅 是啊 所以那個Inflation那些 真的是數字來的 就是看你買什麼 以及去哪裡買什麼時候買 有時候你看上去 你不覺得它是6磅99 我覺得它要14、5磅 看上去 看上去 挺有體面 挺有體面 那個袋幾錢 幾10P一個 2磅 2磅2隻 2磅1隻 其實可以再便宜一點 不過我貪方便 那次我們在IKEA買賣 我順便買賣 那是有一張卡仔 我剛才看到你這裡還有一個 一個是 就這樣單合 送給校長嗎 不是 這個是送給 因為兒子坐Shuttle Bus Shuttle Bus的司機 送給Shuttle Bus的司機 還有一些油差 我都是送這些 因為我們的兒子有不同的桌子 又要送一個桌子 再送另一個Shuttle Bus 去另一個桌子 所以 這個很重要 告訴大家 譬如你要搭短程Shuttle Bus 不要少看這份禮物 你知道嗎 如果你遲到那兩分鐘 不等就是不等的啦 等就是等的啦 等就是等的啦 等就是等的那個禮物 對呀 很有用的 對呀 跟這個倒垃圾 有異曲同工之妙 還有那些 老師的禮物 說真的 錄送給老師的禮物 你幾磅 一年都是一次而已 我們不會 你復活節會不會送的 不會復活蛋 不會是聖誕節的 是聖誕節的 你想想你送了的話 那個老師 不要說什麼 特別留意你的小朋友 有什麼需要 特別主動去幫一下他的 不會開開心心 起碼開開心心 對你 就是不會 怎麼說呢 大家的感覺很和諧 其實是一個無形的壓力 因為大家都送的 如果你不送 你很突出 對呀 每個人都會送的 你不送 你就會特別記得你 噢 這個你死了 這個姓松那個 不是告訴你 他會特別對你差 但是就會很愛眼 對呀 所以都是群眾壓力 對 但是其實是OK的 我覺得送一下禮物仔 沒什麼壞的 其實我想說 in addition to 我送給他的禮物 其實一大班家長都 每人籌錢進去 跟著買一份大的禮物 你有沒有給錢 每人五雞 每人要給五雞 那買一份什麼給他們呢 那是share Gift Card 對呀 即是個Pool加起來 多少錢 是給一個老師 還是給一堆老師 只是阿高的班有做 就是兩個老師 一個專老師 一個TA 這樣就是他們分 他們自己分 哦他們自己分 就是好像我們給利是 差不多 其實分別真的不大 不大 但我覺得這些客氣的事 一定要做 說真的 英國是很講這些門面功夫 就是你平時怎樣都好 但是你一到過時過節 他們收到多少禮物 收多少卡 他真的會開心 而且其實教書也辛苦 真的很辛苦 而且人工也不高 不然就不用罷工 一年一次 這麼艱難的時間 如果能力負擔得到 那令到他們開心 為什麼不呢 說真的 至少你知道他應該不會 弱打你的兒子吧 我知道老師是很好的 而且我們學校的老師是很好的 所以我很願意送給他 是的 不要說是賄賂 這樣說到 當是感謝他一年來 對我們的兒子的教育 其實這張聖誕卡是一個兒子寫的 禮物 那是不是每一張都一樣寫的 不是的 他喜歡畫不同的公仔 寫的東西是不同的 那有什麼字句呢 通常寫什麼 因為大家都很想知道 大哥不知道寫什麼 你說兒子寫的 還是我寫的 你寫的那些 你寫的那些是寫什麼 我好想的 就是 Have a nice holiday Have a good christmas 那小朋友寫的那些呢 小朋友說 Thank you for looking after me I've been really happy in your class 這些東西 其實英國的老師 很多都真的記得你那些小朋友 名字 性格 關係 亦都很多是真心 是喜歡你們的小朋友 是的 有時候我們很多老師 記了很多年 記了很多年 來了職 辭職不做 注意到大家學校 他們真的會不捨得 會哭 那這些也是 其實挺觸動的 你也知道 他是真的用心出來 去做這件教學的事 好了 今集的節目 到這裡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小鈴 還有Follow我的IG 就可以知道我們最新動態 還有什麼時候出片 明天我們再和大家見 拜拜